七大工業國G7峰會 二十六號開始在德國登場 各國領袖陸續抵達 美國總統拜登也趁著峰會之前 和德國總理肖茲會談 兩個人的話題自然離不開烏惡戰爭 拜登不但感謝肖茲在這次危機當中的領導 也強調G7和北約 沒有如俄國總統普丁所希望的一樣分裂 未來也不會分裂 肖茲也表示普丁絕對想不到他們會團結 雖然兩個人打出了團結牌 但是戰爭引起的通膨問題 對他們也形成了越來越大的國內壓力